高雄一輛公車在路口準備轉彎 一輛機車疑似車速太快 緊急煞車自摔 汽車就滑行碰撞到公車 還卡在公車底盤 還好騎士只有擦傷 並沒有大礙 另外在美濃 一輛轎車倒車的時候 不小心跟騎機車的阿嬤 發生了碰撞 結果阿嬤的斗力 竟然直接插進了汽車的後保杆 兩車發生碰撞 阿嬤连人帶車 摔進一旁的排水溝 面對駕駛的質問 阿嬤很淡定 說自己沒看到車才騎過去 也不曉得是怎麼撞的 阿嬤僅輕微差錯傷 但原本應該要戴在頭上的斗力 竟然直接插在轎車的後保杆 這起車禍就發生在高雄美濃 超狂的畫面曝光 網友驚呆 這斗力乃是上股神器 居然現世必有大事發生 祖傳血跌子卡在保杆上 保杆直接破防 還有人說這是武裝色的獨立 高手在民間 如果剛剛好的話 那個角度其實保險感是軟的 初步了解為自小客車 疑似倒車不勝 插中東由後方 老婦人騎乘之重機車 因婦人多處插錯傷 所以意識清楚 能送往其三醫院檢查 另外進途轉到市區 直接一輛公車 在五福三路 與成功一路準備轉彎 對向一輛機車疑似車出過快 緊急剎車結果自衰 機車滑行碰撞 卡到公車底盤 下的駕駛 趕緊下車查看 我沒有看到車 我不知道他洗手很快 對我騎一下 公車上乘客 兩個都要陪一個說不用 索性21歲的陳姓騎士 經肢體擦傷意識清楚 送醫檢查並無大礙 警方也呼籲駕駛人行進路口時 因減速慢行 切勿搶快通行 避免發生憾事 這位慕尼總共處在高雄的 採訪不到